趴下 趴下 里面有人哭了 哭了 沈夜12点多 大批警力 从到洗车场前 压制两名男子 民众报案这里传出枪响 听到说棒 这个就是这样子 这个年轻人就 好像是脖子被 被搭搁 还是要整个血 监视气排下 神色轿车停在洗车场前 下来至少两人 没多久有男子在门口被枪击 声音大到隔壁邻居 开门探头出来看 还有外送员 正在取餐 安发台中大理 中心路二段一间洗车场 警方逮回共十一人 但开枪凶嫌还在逃 根据了解开枪内方四人 在二楼准备开始打麻将 没想到对方八人进到屋内 翻箱倒柜 说要找手机充电线 遭到开枪内方制止 但其中一人反呛 同为公司股东 为什么不可以 双方爆发口角 被害人内部 他们的股东的纠纷 口角纠纷 他也生了一个巨重斗欧 因为被害人要跑出来外面求救 所以内部的股东 他为了要控制这个被害人 进而发生拉扯 而且有开枪的一个情势 事件造成二十五岁 未兴男子小腿重担送医 没有神秘危险 只不过坛子卢卫滩 枪击命案 凶嫌还没抓到 两天后大理再传枪响 让台中市民难免担惊受怕 记者黄山峰李云杰台中报道